亚历士多德有句名言 人是天生的社会性动物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 人类不可避免与他人接触 那么在相处过程中 人们究竟该保持自我 还是随顺他人呢 是否一旦随顺了 就该坚持到底 已经中的随挂 又能帮助人们解决怎样的困惑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已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择善而从 一般人他听说那边很辛苦 他多半会躲开来 如果到那边可以得到快乐 他很快就会跟着去了 这个叫做耗力不劳 就是人之常情 所以虚挂他告诉我们 欲必有谁 你给人家快乐 自然有人要跟随你 要随着你走 随从 随顺 随悦 这都叫随 故受之以随 所以欲挂之后 紧跟的就是随挂 随挂的意思 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有好处 大家都想跟得来 有乐趣 大家都想追随你 随的挂项 我们看得很清楚 上挂是对挂 就是折水 下挂是正挂 就是打雷 底下打雷 上面的折水 就跟着翻动 所以下面 如果是领导的话 上面 他就是被领导的 这个领导跟被领导 它是分不开的 所以整个的随挂 就是上下合顺 大家行动 才能够密切地配合 做出事情来 效果才会好 我们看六摇里面 只有两个摇 是不单位的 很巧 就在第三摇跟第四摇 那叫做人位 一看就很清楚 天地它们的互动 它一切是自然的 不太会出差错 可是人谣 是很有问题的 那就提高 我们的警觉 说你随着人家 你配合人家 你接受人家领导 大家团队精神很高 也是有高度的危险性 反正它有好就有坏 不团结 七十人 太团结 害死人 这个我们慢慢地 再来领略 我们先看挂词 谁 缘亨 力争 无咎 不得了啊 你马上会想到 钱挂 他缘亨力争 都还没有无咎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个随还有什么可怕的地方 你就放心 去随和 去随从 去随顺 就好了吧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这就是我们读义经的人 一定要高度警惕的地方 这里的缘亨力争 是告诉我们 你要随不随 要随 你就要做到缘亨力争 否则 那个方面的问题 是很多的 那就有咎 所以它是高度的艺术 不是说 我听你话就好了 我对你忠心耿耿 我顺着你 我永远追随 那个后果 多半是不好的 你要舍弃自己的意见 你要随和别人 你一定要有一些原则 不然的话 那有太多的问题 甚至用凶货会跟得来 这才是我们读随挂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既然随挂告诉我们 盲目追随会带来凶货 那么我们应该根据什么 做出随与不随的判断呢 在决定追随的时候 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看段词 它说 随刚来而下柔 动而愿随 第一个随就是这个挂名 这个挂为什么叫做随挂 因为它刚来到柔的下面 上面对挂 它是柔的 你看水波动 柔 下面那个锐 那个正挂才是钢的 所以这个钢的 来到柔的下面 就是整个的挂项 就用刚来而下柔 动而愿 只有这个状况 才会怎么样 才会下面一动 上面就很心悦 沉浮地跟着配合 这样的状况 才是最好的水 大亨真无咎 是什么意思 一是告诉我们 你要追随人家 你要配合潮流 你要追求时尚 你千万先想一想 整个大环境 是不是很震荡 还是很邪恶 甚至于是那种 很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你要不要去追随 你自己要衡量 比如说 大家越来 要按照生活规律 注意身体健康 这种风气 当然是好的 那你可以追随 可是一旦 到了整天 都只重视健康 为了保命 很多事情都不做了 那这样的人 就算他合一百岁 又有什么价值 那你跟着他这样子 整天什么事都不做 只为了保命 我看有点过分了 那我们就要小心 我要随时 把它调整过来 所以有什么随 经常跟死连在一起 随时这样 随时那样 这个是 每一个人 应有的修养 不要一头摘下去 就一路追到底 然后忠心耿耿 好像这样永远没错 最后害死自己 也害死那个 被你追随的人 很多人 暗示被人家 追随的人 害得死死的 这种案例太多了 你看 你唱歌唱得很好 你去唱 不是 他是开始注意的 听我歌的人 不但喜欢我的歌声 而是喜欢我的头发 那头发有点颜色 他们就更热烈 所以我就 颜色又来又多 果然他们就 反应又好 这样的水 就叫做水波逐流 最后是同归与尽 后来也不重视唱歌 只重视头发 形状变来变去 一回像公鸡的尾巴 一回又像这样 五颜六色 搞得人不像人 我们旁观者一看 这一群人算什么 那就是谁 那就是谁的现象 所以 段词下面就说 而天下随时 天下随时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天下的现象 它是随时在改变 因为春夏秋冬 它有不同的需要 自然的检色改变 不是它为了漂亮 而是为了它整体的配合 比如说到了秋天 为什么很多叶子要落下来 就是为了保护 它的根部 我来保全 我比较重要的部分 等到来春 我重新生机 又蓬勃 然后我再慢慢去长出 更鲜利的叶子 这个就叫做 天下随时 如同自然 会根据时节变化 而改变一样 人也要审视夺势 顺势而为 才能更好地生存 然而往往困扰人们的 就是身在其中 很难认清时事 对此随挂 给出了怎样的建议呢 下面有一句话 叫做随时之意 大意在 就是说随 它是根的石 做合理的调整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你看那个流行 都是一阵子 它就不见了 一阵子又变了 有的是越变越好 有的是越变越差 你要注意 时间一改变 它整个的流向 它就会改变 你看一个折 下面的鲤 也不会天天打的 不会天天打的 它一打 上面就跟着 慢慢它这个 震动的力量消失了 上面又恢复平正 这样的话 折里面有些动植物 才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 这个就叫做天下随时 而我们呢 每一个人要随时做一些调整 那就要注意了 就是合理不合理 合理 我就往这边去追随 不合理 我就赶快指下来 我们从挂项来看 第二摇 第三摇 跟第四摇 你把那三摇 单独拿出来看一看 那就是一个指挂 一个你很多事情 你要适可而止 因为各种因素 不停地在起变化 包括你自己心情都不一样 你看小孩子 你听到人家唱歌了 跟着去 人家这样子舞动 你就跟着这样舞动 你会觉得很天真 无邪 可是到了三十几岁 你还在做这种动作 你自己不觉得可笑 那五六十岁人 也跟着这样子 我就不晓得这个 你有自己拿捏的权利 你必须要发挥你自己 好好去想想 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该追随的 我才追随 不该追随的 我无动已中 我根本就无动已中 你们还敢时髦 你们去 我自己去没有 我可以不敢时髦 这样才叫做 每一个人 有独特的个性 共性是说 好了我们随和一点 但是个性是说 我还是跟大家不一样 所以可随 可不随 叫自己去拿捏 我们现在说 去吃饭 从口音进行 来来来 大家一起去吃饭 你会怎么样 你马上要想一想 我该不该去 我该去 我再去 不该去 我留掉 留一半被人家看到了 来来来 一起吃饭 你要找个理由 你能说我妈妈生日吗 你能吗 现在人很奇怪 今天我妈妈生日 我要去祝贺她 那里露得大家都很惨 因为既然你妈妈生日 那我们不去祝贺她行吗 那算是朋友吗 明明今天是你妈妈生日 你都不可以讲 没有没有 我最近肚子有点不舒服 人家就亮节了 中国人常能讲不实在的话 并不是骗人 他是为了顾全大家的感受 我还很少看到中国人说 来来来 我们一起去吃饭 然后你就什么脑筋都不动 就跟着去 去到了大家看你的那种脸 是觉得怎么你也来 外国人不必这么麻烦 外国人你既然开口 你就是要请我 我自己对 我要来 我就来 我不来 我就不来 他非常单纯 找个人很少讲 来来来 一姐来吃饭 你赶快想想 那是请那几个人 我去那边 反而搞得大家不愉快 可是我也不能讲 有人说 你们去就好 我不能去 我去的 会弄得你们很尴尬 那他们马上就讲 绝对不会 一样 他心里都好笑 你讲这些话 干什么 像这些 就是随着一种情况的变化 每一个人 随时要养成习惯 做好 合适的调整 否则的话 你就越来越不受到 大家的欢迎 然后你就越来越孤单 越来越觉得 这个社会简直是莫名其妙 其实是你自己莫名其妙 这种状况在现在的社会 是非常非常之多 当人们所处的环境 以及立场改变的时候 处事方法 也要随时做合理调整 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 复杂的人际关系 然而除了人际关系方面 人们还能从谁挂注 并无出怎样的智慧呢 大象传说 折中有雷 水 这个大折 它里面如果有雷 在那里震动的时候 折水 就会跟得起波动 这种状况 就叫做水 君子看了这个现象以后 他就知道 我们做一个人 一定要注意 动静得宜 该动时候才动 该静的时候一定要静 不能长期的不动 也不能一直动到底 都不可以 你看那个雷 一直打一直打 那就糟糕了 那折水里面的动制物 就没有办法生活了 它从来不打也不好 为什么 因为太久不动了 有很多东西 恐怕就会产生一些污染 也会污染 因为你不动的话 它里面有些气就不通了 就好像人一样 你整天不动 你就糟糕了 你整天动 你也完了 所以君子看到这个状况 他第一个想到就是说 做人生活要有规律 你什么规律 就是顺心而动 动到合复自然的规律 你一定会健康 心里就会愉快 因此 大象词说 君子以向会入宴席 向会就是向晚的意思 太阳下山了 晚上快到了 我们准备休息了 那是不是要吃个晚饭 洗洗澡 大家轻松轻松 然后准备休息 来迎接第二天的早上 生活有规律的人 他身体 通常都比较健康 再加上他的心情 也受到合理的调适 所以你看 每天一早上起来 精神旺盛 来迎接新的一天 叫做新生活 这样的人 多半他做什么事情 都会比别人做得更好 这就是从那个 雷跟水的关系 所误导的 领导跟被领导的关系 现代人 你仔细去看一看 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就是人动不能进 你看现在小孩 一天忙到晚 大人一天忙到晚 稍微静下来 就要开电视了 稍微坐一分钟 就要打打个打 你这样的人 你哪里有时间反省 哪里有那种心情 去人眼旁观 去看众生相的变化 哪里有脑筋去想想 我该怎么样自我调整 没有 所以什么事一发生 你都是慌张实错 都感觉到不对 这个对我很不公平的 然后就开始怨天尤人 现在的人 他还能忙不能闲 你看他一闲就很痛苦 他忙起来 他好像麻痹了 所以真正健康的人 太少太少 寻子以及曾子 都强调了自我反省的重要性 现代人面对忙碌的工作 生活 更应该学会静下来 从内心反省自己 并随时调节生存状态 其实一个社会也一样 需要随着发展不断调整 那么现代社会中 有哪些现象不合理 又该如何调整呢 比如说我们人跟人之间 千万记住 我们陌生的时候 我们会很重视 彼此尊重 但是慢慢熟悉以后 我们经常会有种观念 叫做熟人啊 还这么计较 跟外人一样 那叫什么 叫做熟不拘礼 那是糟糕 你看两个人 刚刚交朋友的时候 因为彼此尊重 所以相处得很好 等到两个人 好像说我们就是一个人 甚至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的时候 那我看很快 两个人就要反目成朝了 这也是义经的道理 人与人之间 应该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不能熟不拘礼 当然熟人不一定像 陌生人那样子 那样子有台阶外的 可是你再怎么接近 再怎么接近 要有一个安全的距离 所以我们才说 君子之教淡如水 好好去体会一下 为什么要淡如水 为什么不能浓如蜜呢 他不能浓如蜜 因为屋极必反 过分好了以后 马上就是反应 就是反应 这种例子 我相信各位看了很多 一个人 要人家来追随你 你首先要想想看 我值得人家追随吗 我会不会在害人 现在很多人不是 其实 二十世纪 我们非常推崇的观念 有很多是很可笑的 只是我们没有去检讨它而已 你看市场导向 它也是谁挂 谁做市场的需要 来生产你的产品 结果呢 乱七八糟东西 又来又多 真正好的东西 也没人做 做出来也卖不掉 这都事实 因为顾客 他是盲目的 大多数人 都是没有选择能力的 他也分辨不出来 哪个好 哪个不好 还不知道 多半都是 这个我没有看过 很好奇 然后就买回去 才知道 原来这么糟糕 可是生残的人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你看以前 我们唱歌 是少数人的事情 那少数人 都是三五年的苦念 才敢出来唱 所以以前 反而是敢出来唱的 大部分都有他的修养 我们去听听 就算说听不懂 大概也不会受害 现在哪里 现在都是炒作 搞得个乱七八糟 弹就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 这种状况之下 很难有好的歌星 就是这样 因为好的歌星 它都出不来了 它没有市场 因为大家都很盲目 你看整个社会上 都是这样 那种鞋子明明穿起来 对脚很不舒服的 没办法 大家都这样穿 我再怎么样辛苦 也穿了 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流行 就是因为大家很盲目 没有分辨能力 也不知道 那个有什么坏处 也不知道 然后就盲目 跟着大家一窝蜂 最后是败坏风气 人类发展到这个地步 其实就是受四个字的影响 叫做随心所欲 我爱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随心所欲 这四个字是谁讲的 是孔子讲的 孔子说我到了七十岁 我才能随心所欲 但是他后面有个条件 就是我不会违反规矩 我不会 人家的孔子一身的修养 他修养到最后 他可以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从来没有违反规矩 所以在目前这个社会 我们最好少去追随什么 少去追随 还不如回头看看圣贤的书 对整个的人类都比较有帮助 我们其实整个随挂 只有一句话就讲完了 叫做 你要随机应变 绝对不可以投机蹊跷 但是 真正要了解 还是要一摇一摇的 来分析 因为 整个随挂 它有四个字 是非常重要的 叫做 随时而动 随时而动 就是随时做调整 然后有合理的 这个动作 有合理的变动 所以我们下一个单元 就要根据六摇 来分析 做一个人 应该怎么样随时而动 就好像那个折水 随着雷 而做适当的波动 一样的 谢谢大家 来分析 来分析 来分析